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 俗称长生果是指花生 花生原名洛花生,是我国产量丰富,食用广泛的一种坚果,又名长生果 花生被誉为植物素中之荤,并且不可忽视药用和保健价值 一直在食物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河南黄河镇 因几名母亲和儿得名 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黄河命名的乡镇 今年68岁的张晓明是黄河街道王家村的村民 他有一位一百多岁的老母亲,下游九位孙子 家里是四室同堂 张晓明在黄河滩种了三四亩的花生,距离黄河仅有一百多米 这片经过母亲和冲刷而来的特殊土壤 生长出来的花生皮薄力大,口感脆甜 张晓明曾经说过 家里的老人现在一百多岁了 每年从秋收时节到春节的几个月,家里都会忙着摘花生,晒花生,炸油 忙活几个月,收入能有好几万 张晓明说,除了拿花生炸油外,花生壳,花生皮还可以做成各种营养补品,比人生还要厉害一百倍 我们先来看花生的功效 现代研究发现,每天吃一把花生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能减少35% 而这是因为常吃花生能够降低坏胆固醇,低密度蛋白的含量 能够防止冠心病和动脉硬化,让心脏更加健康 还有研究发现,如果把饮食中一份红烧肉换成花生 换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21% 花生中的钙质也是特别的丰富 无论孩子、孕妇、老人 保证每天吃一把花生都可以帮助强健骨骼 早上吃一把花生,有助于平稳一天的血糖 花生会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花生可以炸成油 或者每餐吃上十几颗花生 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 花生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是肝脏、胆固醇分解为胆质酸 促进排泄,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平时我们干吃花生 胃部反酸时吃五至十克花生 能有效地缓解胃酸的情况 花生可煮水当作代茶饮喝 能够降汁、降压、排止咳 我们平时吃花生的时候 直接把花生壳丢掉了 殊不知对于有高血压的人群 花生壳不但简单亦得便宜 效果更是惊人 是一位再好不过的药材 花生壳、黄金茶、做法 一百克花生壳、大枣五克、黄金十五克 水肩浮每日一次 能够健脾义气、化坛除湿、调血脂 对血脂异常症有一定的功效 张晓明说 自己每次把家里的花生拿去榨油 都会把花生壳留下来泡水喝 并且村子里很多老人都有这种习惯 怪不得全村没有一个老人 都是患有糖尿病的 常用花生壳煮水、代茶饮 有助于减慢心率扩张 小动脉改善微循环 简单来说就是保护心脏 减少病痛、平稳血压 花生衣也不要丢 能够补血、健脾、提气色 平时花生米外面的那层薄薄的花生衣 也是宝贝 它能够促进骨骼造血功能 增加血小板含量 改善血小板质量等作用 并且能加强毛细血管的收缩功能 对多种出血性疾病 如血小板减少性子颠 对出血及出血引起的贫血 都有明显的疗效 中医认为 花生衣干涩、性贫、物肺、肝、精 有止血、散于消肿的功效 花生衣能够补脾胃之气 有养血、止血的作用 红色的花生衣作用较强 紫色、白皮的花生衣作用相对较弱 另外,用花生衣进行食疗时 不要希望一招一吸就有明显的效果 一般情况下,要坚持三至四个月左右 效果会很明显的 准备红枣100克 生花生衣100克 温水泡过后 放到锅里面加入清水 小火煮到软烂 再加入100克蜂蜜 煮至粘稠就可以关火了 也可以高压锅焖上30分钟的时间 加入蜂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等到汤稍微的晾凉一会儿 剑皮削纸花生红枣一人粥 花生红枣赤小豆一米各50克 加入红米呢 一起熬煮就可以了 花生芽随便吃降血压 我国有些地区把发芽的花生当作食品来食用 现在研究发现 花生在发芽过程中 蛋白质水解为氨基酸 吸收油脂含量比较低 而且提高了微量元素吸收和利用率 并且有助于降血糖 降血压比三气效果还要好 吃生花生也很简单 和其他豆芽是一样的 月炒凉拌摔火锅都比较美味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食物 花生营养特别的好 那么多吃准没错吧 等一下如果你是以下这四类人 那么就不要吃花生了 皮弱变糖者 花生中含有约45%的油脂 肠炎消化不良等皮弱者 食用花生后会加重腹泻 不利于疾病恢复 高脂血症者 花生中脂肪含量较高 高脂血症者 食用后会增加血脂量 育种者 花生中含有一种促凝血因子 血脉预制者 使用过多花生会出现育血不散 从而加重育种 胆囊切除者 花生中含有的脂肪 需要胆汁去帮助消化 胆汁切除后胆汁不能储存 就会增加肝脏分解胆汁的负担 花生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长生果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以上就是为大家分享的 花生和它一起搭配煮 坚持和上一段时间后 效果真的是太给力了 你吃任何的东西都要管用 血压平稳不升高 对身体特别的好 朋友们看这篇文章之后 下次不要再轻易的去除花生外衣 还有扔掉花生壳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 我是小影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我们下个视频